抢夺去 第三 福报德行自在俱足 能随心所欲 因为一切物品都能具备满足 第四 国王的权位自在满足 任何珍贵奇妙的宝物 各方都会来奉献 第五 所获得的物品 都超过所需求的 甚至超过百倍的殊胜 这是由过去式 不欠贪 不嫉妒别人的缘故 就是这五种 如果能将这所修的功德 回向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修正 以后成佛时 在三界内 是特别尊贵殊胜的 天上人间都会共同 共敬共奖 再说龙王啊 若能舍离称恨贿赂心的意见 就能够得到八种喜悦的心法 是哪八种呢 第一 没有损害脑乱的心 第二 没有称恨贿赂心 第三 没有斗争素顺的心 第三 有游顺温和 本质正直的心 第五 能得到圣者的慈悲心 第六 时常做利益安慰众生的心 第七 身体相貌 端正庄严 众人都共同尊敬 第八 以和气忍辱的缘故 能快速升到清净世界 就是这八种 如果能将这所修的功德 回向于阿姆路 三秒三菩提的修正 以后成熟时 就能正够没有障碍的心 观看的人 不会讨厌 而起欢喜心 再说 你们来了 如果能舍离 于是邪见 就能得到成就 十种功德善法 是哪十种呢 第一 能得到真正善心的化力 得到真诚善良的善知识 第二 深信因果报应 立刻牺牲自己的生命 始终度敢做恶业 第三 只专心皈依佛教 不再归依其他天神外道的 第四 把持正直的心 正见的心 永远脱离一切极凶的 疑惑罗罗 第五 会时常生在人间天上 不会再堕落地狱 重生恶鬼三恶道中 第六 具足无量浮惑 辗转增加输胜 第七 永远舍离邪谋外道 实行佛法圣道 第八 不惜虚幻的无韵之体 而身 神剑执主 舍离一切物业 毕竟 安住在无碍的正确见解中 第十 不会堕落各种灾难 就是这十种 如果能回向于 阿弩多罗三秒三不提的修正 以后成佛师 会肃正一切佛法 成就自留自在的神通法力 就是这样 龙王啊 记住当要来说 能实行实善业道 又用戒律来庄严大道的话 就能生起一切佛法真实的利益 又能圆满所发的广大誓愿 又修持忍辱行来庄严大道的话 就能证得佛的圆满英声 又居足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 又能以精进来庄严道行的话 就能破除魔障愿解 深入佛法宝藏 有修持忍定来庄严道行的话 能产生意念不忘 只会惭愧心轻松安逝 有修持智慧来庄严道行的话 能断除一切分裂所生的虚妄措 要见 龙王 龙王 你应当知道 此十善业道能使六波罗密 四五两心四年处五根五立七觉知八正道 乃至十立五位十八不共 一切国法皆得圆满 所以你们应当清修学十善业道 龙王 譬如一切成义俱落 兼一大地而得安住 一切药草 惠墓 丛林 亦兼一地而得生长 此的十善道亦是如此 一切人天的善报 也都依靠十善业而安宁 一切生文阿务汉果 独觉与元觉 以及大成的菩萨行 一切佛法都共同依靠 这十善业的大地开始修起 而得成就 佛说完四经后 苏杰罗龙王和在场的大众 一切世间 天 人 阿修罗等 皆大欢喜 信守 奉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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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基本 终点是要去实践 虽然我们大家很喜欢放生 摆鱼 放到大海好快乐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那另一些要被屠杀的众生 我们要救啊 比如说牛啊 羊啊 猪啊 鸡啊 那救了还怎么办 那所以我们要成立护生园区 要有土地 要找很多人 要有建筑 所以希望各位呢 也不断地关心这些 中华护生协会 就一直在推广这些 在台湾将近20个地方 大大小小的土地水池 养了这么多我们的父母众生 虽然它的外表是牛啊 是猪啊 是鸡啊 但是它们也是我们的父母 更重要的 我们四个护生园区 是专门养狗的 至少有3000多只的流浪狗 但是各位 流浪狗啊 更需要大家关心 所以希望各位 多赚一点钱 多护持护生园区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多救这些 即将被屠杀的流浪狗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50016766 50016766 护名台湾救狗协会 有一天梦会 你如果想要改变 你就可以改变 如果你不想改变 十辈子你也改变不了 反正法师要讲法啦 要开始睡觉了 因为你没有决心要改变 那你就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各位 一打坐就想睡觉了 太可怕了 因为你的脑筋就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然后磨 你一打瞌睡 磨就来找你 你就会做出那种 不可能做的事情 你都会做 愚痴的动作都会跑出来 你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 因为你的脑筋已经被磨 睡磨控制了 所以 明明有五个东西 有一个最差的 你就会拿到最差的 其他你都看不见 因为磨已经控制你了 所以 那你这个就要靠你自己了 很努力 一次 两次 三次 七次以后 打坐不打瞌睡 就过关了 那你要不要精进 你要努力 所以 有了惭愧心 以后 知道自己错了 所以 就 就要很努力 突破自己 突破自己 那第四个心呢 要升起什么心 念一下 因果心 就要绝对的 相信 六道轮回 善恶果报的道理 所以相信因果 所以你就会守戒律 不敢去造恶 而且还会不断的 不失 做好事 所以 相信善恶的果报 不想要乱丢止线 用水 用东西 都要种环保 要种因果 然后有了因果心以后 命运就改变了 但是 还要升起第五个心 念一下 粗离心 什么叫粗离心 就是要解脱轮回 现在给你做 印尼最有钱的人 难道不要生老病死吗 不需要轮回吗 反而有钱的人 造业更多 大鱼大肉 大吃大喝 就很容易浪费 所以 粗离 就代表 粗离轮回的痛苦 那轮回的痛苦 来自于无名 因为 有了无名 就会起着分别的 贪嗔痴的烦恼 有了烦恼 就会造业 有了造业 就会受苦 所以 有粗离心的人 有些就马上就出家了 世间苦啊 我留在世间干嘛 结婚 生小孩 有些女人 很喜欢生小孩 很奇怪 搞不清楚 因为 因为我爱我的男人 多生两三只 多好啊 让他跑来跑去 然后你现在 有了佛法 叫你去做 哎呀 做人不是要来生小孩的 我们不是动物啊 如果要生小孩 那我也要为佛教 生几个法师 那有用 牺牲自己那有用 那个是意义很大的 不然 生出来干嘛呢 所以 有了出离心以后 叫你结婚 你不会想结婚 结婚以后 叫你生小孩 也不想生小孩 叫你去买房子 我干嘛那么痛苦 贷款买房子 台风一来 地震一来 房不是没有了吗 有的住就不错了 所以 有出离心的人 他就不执着 世间的一切 他只想要脱离轮回 轮回来自于 执着 所以 他就会放下执着 有出离心的人 不会爱钱 不会爱漂亮 不会好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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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